好 今天的氣象爬爬狗 淑莉也辛苦了 碰上了下大雨天氣 淑莉早安 哈囉 佳儒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啊 今天呢 老喉廳啊 淑莉在國境之南的屏東九茹 因為呢 今天要介紹給大家呢 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叫做香蕉研究所 顧名思義呢 這裡啊 是全台灣香蕉種類最多的一個地方 而且呢 是一個台灣獨一無二的研究機構 當然了 在這個時間當中 我們要來推出的是在地 還有呢 香蕉最新最潮的時尚新美食 因此呢 這一趴叫做香蕉料理豆腐菌 有沒有看到 我的陣仗已經擺出來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就要請出我們的好朋友 姚芬署長 你好 姚芬署長 今天又戴面具 你今天戴猴子面具啊 是 跟我們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戴了面具不會講話了 姚芬署長 看不到前面的 好啦 可以把面具推下來了 好 謝謝 姚芬署長 今天呢 我們來到了全台灣獨一無二的這個 香蕉研究所 今天分數長之所以會戴面具 猴子面具就是因為猴子最愛吃 香蕉 好 當然其實啊 大家呢 一般對香蕉的印象 就是這樣直接買來吃而已 對 就是把它當作一個新鮮的水果吃 但是很可惜的 對不對 對 其實香蕉啊 其實呢 有好多的美食上的變化 因此今天的料理東西均 首先要來介紹了 是我們在地的好滋味 對 來 來 來 包括了文萍 還有包括的文萍二姐 吳大 吳二姐 好 今天呢 其實啊 他們已經做出了 一些很棒的在地的香蕉美食了 文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已經做好的這個有什麼 好 我們在地的香蕉的吃法 我們會用來就是香蕉來做成的 那個炸的那個炸香蕉 炸香蕉 對 有一種類似炸的天賦樓的 那個感覺這樣子 所以炸香蕉聽說的是我們在地 包括大人小朋友 有一種香蕉零食對不對 對 香蕉零食 好 過年過節的時候 文萍說其實如果可以的話 很簡單做 叫做香蕉春捲 對 其實裡面呢 複不複雜啊 很簡單就是我們把香蕉 然後裹那個麵皮 之後再下去炸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變成一個 鹹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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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炸春捲 香蕉炸春捲 而今天要來PK 我們這個最新最潮的 香蕉時尚流行派的 就是我們的這個洪志 切實花園的洪志 好 大家好 還有他今天特地找來的大廚 洪志 這一次你要PK我們 我們那個文萍 你今天準備了哪些最潮的吃法 來… 有中式就要有西式 對 首先我們介紹第一道 這是由我們的這一個香蕉 做的一個香蕉卡士達的一個甜派 甜派 香蕉派 對 香蕉派 這個大盤的適合家庭一起聚餐 小盤適合我們的下午茶 OK 沒錯 而且現在你看其實很多人 已經會一些烘焙對不對 其實在家裡自己鋪陳一下 另外還有更簡單做 我很喜歡的 最簡單的 這一個 這一個我特別介紹 屏東除了香蕉有名 我們的巧克力現在在台灣 屏東是很重要的一個產區 巧克力我們有我們的黑巧克力 還有我們加上草莓的草莓巧克力 加上很簡單這個巧克力米 就可以呈現一個很不同的顏色 我們一定要要來特別特寫一下 看起來有爆好吃 分署長 我看你已經都在流水了 好 那個洪志 我們先吃一下你那個 那個巧克力 你一個人一支給我 好不好 我已經倒不住了 這個巧克力我完全拿它沒辦法 完全被打敗 美麗的熟莉最適合 這一個粉紅色的 謝謝 好 那當然洪志 今天要來PK文憑的 剛剛文憑說他們要來推出的 這一道是有故事的 而且是溫馨感人故事的 這一道叫做 那個香蕉湯 香蕉湯 煮鹹的 各位 煮鹹的 香蕉湯 聽說這有一個故事 很快的1分鐘30秒跟你說 各位我們都知道 現在是什麼季節 就是颱風的季節 早期的農村 這個時間的話很多人沒有 就是沒有那麼可以 很多家庭比較清寒 很多 那都需要怎麼樣呢 這個颱風季的時候 會去香蕉園尋找 就是不熟的那種 比較深的 對 比較深的香蕉 像這個這樣 像這個 我知道 文憑 然後是飽滿的這樣子 或是風太掃過的 香蕉像都這樣 滿目瘡魚 對 結果整串的香蕉 還沒洗的時候 會掃下去了 對 所以在清香蕉 可是呢 爸爸媽媽那個年代很欠 對 所以就把清香蕉 拿回來煮 給孩子吃 就是這個 對 香蕉湯 所以香蕉湯要好吃 聽說一定是清香蕉 清香蕉 對 然後呢 一些配料 有什麼 二姐來 現在我們 這個是進化版的 對 進化版 這個都沒有 當然沒有 怎麼可能 這就是現在我們用 為了讓它更美味 我們就會加一些香菇 然後蝦蝦蝦米 然後紅蔥頭 然後跟 碎肉 對 然後跟 跟韭菜 聽說最主要 最後的秘訣是這個菇菜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囉 OK 好 然後來 洪志 你來PK的聽說 是一道西式 還是日式的冷麵 這是日式的一個冷麵 好 我們香蕉研究所很特別 把我們的香蕉 做成我們的香蕉麵 香蕉麵沒聽過了吧 對 而且這個香蕉麵 它的顏色色澤 跟這個日本蕎麥麵很像 我如果沒有講 大家真的誤以為 它是蕎麥麵了 那在這樣子 炎熱的夏天 事實上 我們早餐也很適合 拿香蕉麵來做一個 我們的日式的香蕉冷麵 等一下就由我們主廚 來幫大家做這樣的示範 好 所以除了這個香蕉麵之外 配料的話 還有這個蛋絲 還有蘿蔔絲 還有這個小黃瓜絲 然後另外有這個柴魚 海苔 還有這個青醬油 這個是我們的日式醬油 日式醬油 我們就稱為柴魚醬油 好 就成功我們的醬油 柴魚 還有我們的味醂 這三個主要成分來過程 OK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做囉 好 在這個東西兩軍 在做的同時 分組長 我們就開始來吃香蕉 你吃你的巧克力香蕉 我來報氣氛 剛剛文憑有講 就是現在是颱風季節 我跟妳說果不其然 凌晨兩點 豐胎生出來了 是啊 妳又吃的了 是啊 比較安定真心 安定真心 好 告訴大家囉 今天又到禮拜五了 在兩邊 大家都在做他們料理的同時 熟利要來報氣象了 今天我們要告訴您的就是 首先 凌晨兩點鐘 這個紅胎形成了 就是今年的馬蛙颱風 馬蛙颱風告訴大家 我們從顯示預測圖可以看到 這個颱風在哪裡 現在這個颱風就來到了 這個呂宋島 來到南海這個地方 那麼目前來說的話 對於台灣有沒有影響 對於台灣是完全沒有影響 您可以看到它現在位在台灣的 這個南南西方 差不多是在360公里左右的地方 那麼未來它從哪裡走 朝的是廣東的方向走 所以對於台灣是沒有直接影響的 就連現在海上警報也不會發布 但是整個天氣上我們看到了 就是受到它外圍雲系的影響 所以今天屏東一個來就好 好 既然我們都有準備 實在說今天要來就好 所以今天我們有完全的一些準備 萬全的措施 那麼從衛星雲圖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 事實上在今天整個天氣上來說 就是受到這外圍雲系的影響 因此就今天 注意了 包括了東半部還有南部地區 比較容易會下雨 然後在整個中部以北的話 偶爾陽光會露臉 但是雲亮也明顯的增多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請注意了 因為今天午後塞巴喉 就會比以往都要明顯許多 好 那另外我們再從雨區預報圖 可以帶您一塊來看看 今天下雨的地方 包括了東半部地區 還有南部地區 今天是一整天 斷斷續續都有雨 所以氣象局已經發布了 好雨特報了 要特別提醒就是今天 包括了像是宜蘭 包括了像是恆春半島 還有像是花蓮 一定要特別注意 今天局部是會有大雨 或是好雨的 那麼其他地方的話 像是台南以南 也都會有局部性的大雨 至於今天的中部以北來說的話 今天要注意的就是 午後雷震雨 會比預期的明顯許多 另外今天晚上 同樣是受到外圍雲系的影響 所以你可以發現 其實這個雨包括了東半部 甚至南部地區 今天雨不會中斷 那麼要特別提醒 就是宜蘭的部分 今天下雨的時間 恐怕也會比較長 雨量也會比較多一些 未來這幾天一直到禮拜天 要提醒大家注意 因為都是受到 這外圍雲系的影響 所以南部東半部 一整天都是斷斷續續有雨的 如果大家要出遊的話 記得一定要帶雨具了 溫度上只要不下雨 還是比較偏悶熱 因為從北到南 由冬到西 這幾天的溫度高溫 差不多都是在32到35度左右 另外要注意的就是 中部以北 其實這幾天 午後雷震雨的現象 也會比較明顯 包括了平地 包括了山區 其實都有機會下 甚至局部不排除 是會有大雷雨的 所以祝你氣最佩服了 現在我們來看我們的東西軍 在地好滋味對我們的文憑 大姐 香蕉湯 有香嗎 有香氣十足 香氣有夠 來... 來... 一個個比較小的 那我們的冷麵 我們的時尚潮流 這個香蕉堆 冷麵也做好了 這三盤 看起來好美味喔 有沒有看到 這是洪志他們這邊要介紹 推出給大家了 最時尚 最潮的這個香蕉冷麵 好 你吃這個 好 我們的香蕉湯 讚喔 古早味的 讚 這個湯頭有夠讚 而且我真的覺得 真的想起了小時候有沒有 這種叫做那種古早味 古早味 真的古早味的香蕉 紅柴天吃的特別好看 紅柴天吃的 對 來 你要不要再吃一口 OK 我吃這個涼麵 你吃吃看鹹的是什麼感覺 這個生的香蕉 青葉香蕉 這煮起來的口感像山藥 像山藥 對 好像山藥 真的很棒 來 芬組長 你的冷麵 吃起來怎麼樣 很好 它裡面QQ的 然後吃起來感覺完全沒有 裡面吃起來就是會超賣的 所以通常料理東西均 料理東西均一定要平生 但是導播還有這個攝影 一直給我畫圈圈 所以我們今天 我還沒吃你的麵 你還沒有喝我的湯 所以我們現在馬上要宣布答案 好 100分 我告訴你 真的 他們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各位觀眾朋友還有家如 給我們一點掌聲 給今天東西兩軍一點掌聲鼓勵好不好 其實最主要就是要鼓勵大家吃香蕉 因為現在香蕉盛產 而且是大運的選手 全世界都喜歡台灣的香蕉 我們更要支持我們在地的香蕉 除了直接吃之外 其實在家裡用一點心 花一點時間 很簡單的 包括像是香蕉的冷麵 像是我們的香蕉湯 其實就是包含滿滿愛心 滿滿愛的香蕉美食了 今天料理東西均全部都獲勝了 家如 各位觀眾朋友 待會還有PK第二回合 Bye Bye